有个朋友问中线持有的Joy 他想有两个选择 一只是腾讯700 另一只是9999网易 他问哪个股份较好 多少钱可以进入呢 两只比较上来 在现阶段来说 我会觉得网易会相对比较好 未来市企不能找到2万点留上 老实说两只都要向下 腾讯有机会穿300元 穿完300元之后 都不知道怎样估计底部 网易可能是分130多元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看得很短 何谓很短 说的是一个月 或者说的是半年左右的时间 两只你基本上都不会打算 或者都是采取一些分注吸纳的认识 那就会吸妄议会相对比较好 他说中线 中线我不知道大家定义多久 你帮他定义 如果你说是持有3、5、7年这样计算 腾讯我觉得可以的 300元的位置 趁它便宜的时候就开始买 你买分注吸纳 长远来说 我觉得腾讯未必会差过妄议 但是如果你说到中线 大家中线的角度 我真的不知道多少 可能半年又要中线的话 总之简单一点 你不是3、5、7年计算 暂时不要想腾讯 我觉得腾讯你真的做一些 真的超长线的部署 你才会有得想 否则短线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腾讯业务上 游戏上 好像没有网易 多一些主打业本的游戏受欢迎 担心他们一些 走过很久的游戏上面 叫做游戏生命周期上面 开始到尾声 英雄联盟 王者荣耀那些 会有人玩的 还有很多电竞项目 但热情就未必再在 甚至限制青年沉违打机上面 对于MOBA游戏上 刚刚提及到游戏上面 打击其实是更加之大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看到比较短 不是一年以内 暂时没有想腾讯 但如果做长线的腾讯 我常说最弱势 科技股大胜的龙头上面 最弱势是腾讯 但我都不是真的那么担心 因为这个以长线计 三百多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估值合理的 大跌的空间未必太多 但是一穿了三百元之后 老实说你开一些月线图上面 不太知道怎么估底部 可能真的二百五十元 这些位置 意味着怎么还有一成半的调整空间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如果你做一些中线部署 不需要那么心急 这些位置买住 股油期不运在两万点 可以厚低一点 如果你想买腾讯的话 就再低一点 如果你想这个阶段 怕执转 做分柱级纳的话 网易会好一点 不好